好我們來看一下日曆的部分 事實上各位如果你有用了所謂的 這個Google帳號之後他都有一個叫日曆 日曆的那你除了從這邊也可以 從協作平台這邊看不到 你要到Gmail或者是Google 在更多裡面是不是有一個叫日曆 那基本上的話你可以從這裡去設定好 一般我大部分比較常用的 這個我就把它關掉了 我大部分比較常用就是一個月的方式去看 那如果你有這些內容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加到我們的這裡面來 比如說我們來編輯一下 在這邊我就讓它掉下來了 這裡 格式不要的你可以從這邊把它清除一下 好 我先不管它了 我們從這邊插入 這裡就可以看到一個日曆 你就可以從這邊選進來 那原則上因為現在你只有一個自己的 對不對 所以當然就只好把自己的全部公佈出來 這樣好嗎 你如果去申請一個大家公用的 那是一種方法 另外有些人比如說他要開會 那我要看你的日曆 跟我的日曆 時間有沒有match的 對不對 那怎麼辦 這裡我先不錄一下 我們剛剛有看過我的之後 那我現在再回答一下 你再看一下 從這我的日曆打開 有沒有建立新的 好 不管你叫什麼名字 有公開就會在這裡 當然如果你不希望讓人家看到 這個內容是什麼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就是 緊分享有空或忙碌的 也就是說我這個時段 有事情他就寫忙碌 就這樣而已 那如果你這麼一個就是 代表你的 詳細點 我們要看到 當然公用的是沒有差 公用的是沒有差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給他 那 在這邊 比如說這是測試的 好 那因為是公開的嘛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呢 要不要跟別人公用就看 那我就直接把它 建立起來 好的 這樣有這個字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 你來插入Google的日曆 有沒有發現多了一個 這個 這樣了解 不要傻傻的把自己的 也公開在外面 這樣比較危險 對不對 去的不該去的就完蛋了 所以像這樣 那一樣 這個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一般來說 因為 我們網頁不是很寬的話 你可以考慮不要用月 用週的也可以 這個應該你可以自己檢查看看 那比較特殊的是有個叫代辦事項 代辦事項 這個東西其實最好 你就要跟我們的什麼 Gmail做結合 因為 你有沒有在你的桌上或者是 電腦旁邊 貼了一大堆便利貼 好 這個事情要走了 但是這樣麻煩 所以你可以搭配什麼 我直接用這個Gmail的進來給你們看一下 從這邊我就從這裡 Mail在這裡 這個功能其實大家平常比較少用到 但是卻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 預測進來好像都沒有對不對 你從這裡 有沒有看到工作表 好 進來了 那麼你進來之後呢 有沒有發現右手邊多一個 有兩種方式可以使用 好 第一種就是 我就在這邊直接打 好 直接打內容 比如說今天 哇 重新啟動 好 好 那麼內容呢 你就打在裡面 有沒有 你就直接寫在這邊就好了 那 如果單純這樣子 並不會在日曆裡面顯示出來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 你可以把到期日打進來 好 比如說我現在是9號到期的 我就這樣回來 你這邊做了 你會發現這邊也會怎麼樣 也會更新 沒有看到 因為工作表沒打開 有沒有看到 跑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在協作平台上可以這樣用 這是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 更簡單 今天有人寄一個給我的 有沒有 剛剛寄的 這個我要處理 可是我懶得再去打這個 直接勾起來之後 有沒有 新增到工作表 這樣 不知道會比較快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用了 那如果你個人 因為工作班期比較忙碌的 一個工作表 不夠用的 請自行開 資料夾 有沒有 新增清單 你就可以有很多 你就可以很多 那你就可以 適度的去做調整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再把它整合到我們協作平台裡面 有沒有就更方便了 你不見得要用它的那個網頁的類型 還記得我們 在這邊的網頁類型 我們有講的嗎 新增的時候有一個叫做什麼 這個啊 因為這個你就不用啊 我就直接用那邊做就好 對吧 所以你會發現 雖然我們今天講的叫做協作平台 可是 你要不要整合Google的服務 要 因為你不整合 你會發現它就少了某些東西 可是你整合了它就很好用 就很好用 那最後呢 因為跟GD有關嘛 所以我們在上面有一個文章 也是跟它有關的 就是這個 因為有些人 不愛Google 愛蘋果啊 對不對 所以 你怎麼樣跟iPhone的結合在一起 這邊有介紹 我想你就可以回去參考一下就好 因為我沒有iPhone 所以 沒辦法直接demo給你看 這樣有沒有問題的 喔 好